没问题,别毛病,直接倒,干脆,控球,扭停住,插滑,门前,看到了队长郑浩坤,这边,这边向郑浩坤就打了一拳了 这一打是流血了,把郑浩坤的眼角给打爆了,这一下子真的非常不友好,这真的非常不友好啊,这一下,看一下 这一拳打过去 这下,我觉得应该直接红牌吧 这一下,这间是一个报复性的一拳给抡了过去 最后还是改判了红牌,远德英 这可能严重来说都得禁赛了 正常来说应该,队内会不会再有一些触法 这些对于可能在一些国际性的赛事里面,有一些这么恶劣的犯规 你看,主教练方面也对他,因为这种的犯规,无论是对于他个人来说 还是对于球队的影响,都是会造成不好的一些方面 方便 好啊 好啊 人 现在多打一人最后的十分钟